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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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文 今天我們首要講解的是 444到445的地方 給你掌聲鼓勵一下 只要要到我們一定可以達到目標的 老師在後面支持你一定OK的啦 好 那我們聽一下是444的地方 注意聽囉 你答案前兩個字 他說這個經理賺的薪水是十倍怎樣子 他以前在當店員的時候所賺的 你答案前哪個字 我們非常清楚主詞是哪個字 主詞是the managers 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Garnard 他收了一個薪水 賺的薪水是10 times 那你看他很清楚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名字直句的 重點喔 是一個WH 然後呢主詞加動詞的 OK 那我們現在Garnard這個字呢 他是什麼獲得目擊的 賺得什麼東西呢 to create something to create something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to create to create 得到一些事情呢 是這樣子呢 usually 通常是這樣子呢 usually after much work 行很多的工作 或者是這樣子呢 with difficulty difulty salary 10倍呢 這樣子呢 他先前所做的 賺的東西 在during his 啊你看during during這樣子呢 his tanger 在他的任 工作這段期間呢 當什麼東西呢 當一個clerk 那tanger這個字呢 是這樣子呢 是一個a period of time a period of time 是這樣子呢 during during you own it 啊 就是你在工作期間 或怎樣任期的 你當天哪個字 所以我們很清楚啊 這個地方他本身是一個 名字字句的喔 wh主句叫動詞的 所以名字字句前面 他可能是幾乎動詞 不然就是借氣詞 比較符合提議的 是這個lan 他本身這個地方 當作解析詞 是來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空格的是一個 preparation 所以比較合理答案請你選 more name 他當經理的薪水 是超過他當店員期間的 十倍的 所以答案請你選 a more name 你答對了嗎 好 你把題目看一下 ok 那你說 哪幾個智慧考呢 你看到哪幾個智慧考 第一個是 garnard 他是收集的 是to create something usually after much work or with difficulty 你看到 previously 先前的 tanger 在什麼什麼任期的 他是什麼 in period of time during you own it 什麼什麼任期的 garner garner previously tanger 可以了齁 好 那我們再把四四四的地方 再把它聽一下 注意聽 the manager garners a salary ten times what he previously earned during his tenure as a clerk 好 接下來我們聽到是在 我們聽一下是在四四五的地方 好 注意聽喔 注意聽 Melinda's punctuality is so remarkable that she consistently stands as the employee to arrive late for any scheduled meeting ok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記得要 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ok 那我們看四四五的地方 我們看四四五的地方 看一下 四四五 好 你把題目看一下 他說怎樣子呢 他說 Melinda的準時是如此的非凡 這麼棒的 他堅持要當怎樣子呢 一個僱員 職員啊 怎樣子 對任何預定好的meeting 他抵達的怎樣子 所以你答案聽哪個字 你非常清楚啊 這個地方的主持是哪個字 主持是 Melinda's punctuality 他的準時 這是個vi 後面有個remarkable 是非凡的 那so that 後面所接的 這是一個連結詞 來說明他到底是怎樣一個情形的 可以了哈 ok 那你看一下 puntuality這個字呢 是準時的意思 他可以這樣子啊 arriving 抵達 或怎樣子 doing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 doing something 或happening 發生這個事情 發生這個事情 是在怎樣子呢 at la 所期待的時間 espected time espected 所期待的 或者怎樣子呢 correct 正確的時間的 可以了哈 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字喔 consistently 很持續的 持續的 不改變的 它是in a way 這樣子呢 that never changes 他不會更改的 that never changes 當作怎樣子 一個employee 這樣子呢 他不會遲到的 對任何已經計劃好的 meeting 這個應該很簡單一個plan的 哈 所以你答案天哪個字 很清楚的 employee 這個字 但是它是個名詞 所以空格裡面所添的是一個形容詞 而且是一個比較合理 是一個最高級 最不會怎樣子的 可以了哈 所以你看喔 marindasa 它是很準實的 它是 最會遲到 還是 最不會遲到的 好 我們先解題的技巧裡面 先把不是形容詞給它畫掉 這個比較不符我提議了 所以它是最會遲到 還是最不會遲到的 last是最不怎樣子的 bass 最會怎樣子的 所以答案全你選 最不會遲到的 所以答案全你選b 你答對了嗎 好 你把題目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你說哪幾個字比較會考呢 第一個字 punctuality 就是arriving or doing somethings 在一個什麼at the expected time or correct time remarkable 它是很非凡的 它是unusual 剛才好像沒有解釋到 unusual 或者是怎樣子呢 或者是一個special 非常特殊的 好 consistently 很持續的 in a way that never changes punctuality remarkable consistently ok 你把題目看一下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 再把題目聽一下 四四五 注意聽 melinda's punctuality is so remarkable that she consistently stands as the employee to arrive late for any scheduled meeting 可以齁 你如果覺得這個題目對你而言是很合適的 我覺得這個題目應該很合適 是TOEIC 學測跟國考英文 這是蠻合適的 那你可以希望你跟第一頁分享 開啟小鈴鐺 ok 我們再看一下四四四到四四五的地方 這個經理賺的薪水是十倍 超過他以前賺的薪水 這個地方所添的是個peperation 比較合理的 所以答案請你選 more than 所以答案請你選 A 好我們看下一題地方 四四五 mananda的準時 他的準時是什麼 是如此的棒 如此的非凡的 所以他很持續要當一個 最不會遲到的員工 所以你很清楚的 他這個空格裡面所添的這個形容詞 而且他是最高級的 比較符合提議是 最不會的是哪個字 last 所以答案請你選 B ok 我們剛才所講的是 四四四到四四五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的時候 訂閱 分享 開啟的小鈴鐺 好 我預祝你TOEIC 學測 國考英文 都是非常非常順利的 ok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